台湾灯会自1990年起于美年元宵节举行 由交通部观光局主办的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 今年以璀璨台中为主轴 自2月8日至23日在后里马场园区至森林园区举办 在此次灯会之中最受瞩目的创新赴灯福刺大地 是由跨领域艺术家林吉玉先生 以投射种子图形及祝福文字 藉由光影及音效创造出自然意境 我们是经过交通部观光局的一个临选 那我有这个机会获得临选 我是好像一个创新的方式来做创作 那创作上面来讲我是想到说 因为传统的灯会来讲 就是铁丝为架构 里面加了一些局部的铁构件 以布来包装 然后我们今天既然是创新来讲 我就以大量的铁件来做一个主体 然后做一个跳脱与传统的一个柔性的外观为主 冰翻外观 美瑞外表之外呢 我希望说它有更多的传递的语言语会 人跟人之间很多的言语是讲得出来的 所以说我希望透过我这支作品 你们有蕴赏的一些文字 一些词语 我希望让民众可以到我的作品当中来寻找你内心的期待 以及你想要跟周边人给他一个祝福的内容 可以在我作品当中去做一个寻找找到 就是说他也可以来做一个找到幸福 林启玉在国际艺术界创造出砍批编织技法 多次参与国内外重要展出 而获得艺术界重视 不仅注重自然环境与生活美感 结合至创作艺术品中 更融入此精神创作出富含大自然光景的作品 传递爱护大自然以及地球永续的精神 创作上的一个坚持 就是说我因为我平常我有从事一个绘画 我走的是西画等于油画 那我有创造一个技法叫做砍批编织法 是用刀来作画 那刀在作画的过程当中 我采用的是一个结构的概念 延续我的原本的艺术创作的理念 那我的主题是一个剪加计划 砍批编织 应对到我们今年的创新副登的部分来讲 就是说我把珍稀植物 我透过点构成的形式 把它变成一幅全新全次的一个山水画 林吉玉凭借着对于艺术以及大自然的热爱 将爱护与感恩大自然 融入至灯光艺术作品中 八成八公尺的大型附灯作品 外观融入了台湾特有植物种子 自选三十种珍稀植物的种子创作 藉由拟真的灯光环境 由点状灯光打造而成的奇幻世界 进入绚丽灯光的自然奇境 关于我要踏入光的这个领域是在于说 因为我用从学美术的嘛 当成画的图啊 基本上就是很难表达自己的一个内心世界 那我就运用光的方式 在透过这灯会灯节的这个机会 透过不同的灯点 构筑不同的一个画面 然后透过灯会这样的一个节性活动 把它表现出来 所以我从大概将近三十年前 我就参与这样一个灯光规划 以前是一座座的传统灯 坐落在诺大的那个空间当中 那当中缺乏连接性 所以说需要我们的透过光环境 透过光去把它做个聚合 我是从这个气息 进入到这样一个灯光的一个艺术创作 一直到达现在 我未来的计划 会朝向继续延伸 以灯光结合绘画的方式来做个呈现 透过这次我们创新的这个复灯的这样一个表现 这个装置艺术的表现 我将来会把这个灯光 结合到我的绘画作品当中 那首先呢预告 我在今年的5月2号到13号 我将会在台北的 国立中正纪念堂一楼一郎 举办我的画展 以及预计我今年在9月份 会到日本东京都美术馆展览 希望大家有空能够到现场来看看我最新的一个创作 就如同林奇遇今年的原创理念 方圆之道 强调内心观念的堆叠 希望将灯球的光影 转换成与人为善的种子 以让每一个人的梦想 能够随着无数变化的灯光 在夜空中发芽 并成为耀眼璀璨的光芒 来这里把幸福送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